在這晚年隨便家有一間中午好去的燒餐館 業者小金町在在23年前中年轉業 一家火子做火打拼現在已經團告第二台 點來說有不做中午早味的料理 讓很多人一家就感覺幸福國的少年 大火吹下去業者一家火子又開始無言做料理 雖然是一間燒餐餅 不然為生和美味一樣不可以來吃菜 受得很多人歡迎的炒豆腐 外皮浸到鬆鬆的口感吃起來真讚 就還蠻好吃的 然後還有小菜也都很好 臭豆腐也蠻好吃的 價格呢 價格也很平價 所以你就喜歡來 對啊 因為我們住附近也很方便 方便 對啊 那老闆怎麼打很乾淨 很親切 對啊 感覺他們也做得很乾淨 對啊 很乾淨 因為一般小吃店都會乾淨 油油膩 對啊 這邊還蠻乾淨 對呀 這邊還蠻乾淨 用心經營23年 很多老祖國也都變成好朋友 有的生日的幾個月都會來用餐 開啟啟的錢 就能吃到麻麻的幸福好煮味 不然是大人愛吃 連孩子也都變成了味道是專家 小朋友最喜歡吃這個 所以你有常來吃嗎 有常來吃 一家人這樣來吃對不對 或者是我自己偷偷來吃 要來這一家吃為什麼 因為很好吃 你都吃什麼麵 不燉 對 對 業者蕭金德 原來是在23年前 中年專業 他開始把每天在家做菜的心態 變成他中年專業的動力 現在第二代的女兒和女兒 繼續團成他的現好料理 這麼厚嗎 對呀 這麼厚的一塊 這麼厚的話 如果沒有炸酥 那個裡面有幾塊 沒辦法炸透 就是這樣的時候 就變成要把他抹乾淨 抹乾淨的時候 抹乾淨的時候 他裡面的肉不會吃 他會滴在那裡 沒有抹乾淨的肉不去 女兒的肉不去 不是外豬內卵 哈哈 這間開展有很多料理 像炸蔥蔥 像由魚和炒豆菇 都是消費者特別介意的 炸蔥蔥比較少可以吃到 因為它是每天含量的料理 髮的 antes 這個асть有5天五下早今晚 percentage Mario 7026 workforce 理解辭 那你也是不一定 對 這的服務 怎樣? critic說 那它真的會乾淨的? parlaval 沒有彈性,沒有彈性 所以這個有時效性 時間很寬 裡面的蔥子是蒸的 你做好不可以超過兩天 雞丟的第二代業者 蔡昆床表示 每天早上就要去菜市買實在的秘料 用幸福和良心做料理 雖然離孫無關 不過幾個月才是很滿足 大中華新聞 中學報道 小功夫 在乎